新闻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参加節目新聞深喉嚨錄影 面對選情低迷 黨內烏鴉胡志強在開炮 痛批服選 有迷思 我們講千萬不要陷入一個迷思 就是在洪秀柱身上 如果花太多心血 然後希望他的意見 不要引起全面的爭議 以免影響立委的選情 我覺得他應該不是零和關係 胡志強就怕 要是選總統的母雞垮了 黨內選立委的小雞 選情又怎麼樣救得起來呢 千萬不要說 這個母雞有的時候講的話 這些小雞都反對 所以母雞少講話 你越不講話越非典型 他就往下掉 我也同意剛才 王院長講的一句話 就是所有的國民黨裡面 大家覺得重量級的人士 我們會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 大家一起站在那裡 站在洪副院長的背後 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 預告黨內天王將一起替洪秀柱站台 但王金平呢 是否願意列入不分區立委 或是何時幫洪秀柱站台呢 王金平到現在話還沒有說清楚 你什麼時候也幫他像這樣子大成道士 我們看看黨中的安排再說嘛 一旦被黨內列入不分區立委 或是全力替洪秀柱站台 外界認為王金平勢必就得替選戰的成敗 負起一部分的責任 但如果天王不站台 國民黨要如何拉台 朱鑫姐還有立委的選情 這也讓胡志強痛批 俯選迷思 憂心選情 記得郭先生 朱鑫明 台北報導